肖战新代言官宣了微博之夜肖战,杨子多年度热度人物。王一博成大赢家。 今天,奥利奥品牌卡点10.05分官宣肖战为品牌首位代言人,奥利奥作为饼干界知名品牌, 其广告辞扭一扭,舔一舔,泡一泡可谓是家喻户晓,国民度无庸置疑。 自此,肖战的商务代言版图又添一席,开年第一个代言就是这种高国民度的知名品牌, 商业价值真没得说,有点期待肖战的后续代言了。 昨天,品牌方就开始预热代言人,从发出的代言人剪影来看, 粉丝们一眼就认出了是肖战,于是粉丝们脑洞大开,玩起了看图猜谜游戏, 不得不说,这届粉丝太有才了。 除了官宣代言外,新剧玉谷尧也有好消息, 成都文旅表示玉谷尧将和孟华鲁一起进行全国线下主题展巡演, 为了促进盈旅联动,将盈旅联动当作一个完整自成闭环的产业链来做。 如果要进行线下巡演,那说明玉谷尧今年必播。 而且时间不会太晚,线下巡演势必对玉谷尧的宣传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。 目前玉谷尧还只是预告片,未开播就有这待遇, 看来各方都很看好玉谷尧啊,那就浅浅期待一下玉谷尧早点来吧。 微博之夜肖战,杨子多年度热度人物。 王一博成大赢家。 2022微博之夜将在3月25日盛大开启, 由网友投票评选出6个最受欢迎的年度最受欢迎奖项, 最受欢迎的角色与电视剧全部被肖战, 杨子、王一博包揽。 这一赛季的微博之夜可谓是群星璀璨, 云集了李线、迪丽热巴、杨子、肖战、 王一博、Angla Baby、 王赫地和其他影视圈的著名明星。 每年的奖项包含了最受欢迎的人物, 最受喜爱的人物, 受欢迎的电影, 受流行的电视剧和受欢迎的综艺节目, 以及受欢迎的音乐。 肖战、杨子、王一博分别获得了最受欢迎的奖项, 年度最受欢迎电视剧余生, 请多多指教, 肖战、杨子冰与火、 陈晓、王一博、杨子和诚意的陈湘如谢、 陈湘仲华, 都被三个最受欢迎的演员包揽了, 而杨子的两个角色, 都是他的。 不管是无名的电影, 还是冰与火的连续剧, 又或者是综艺节目, 王一博都是最大的赢家。 这就是嘻哈舞, 还有像阳光一样这首歌, 以及热门歌手, 都在榜单上, 这说明, 这首歌的名气和实力, 并没有白费。